问我考驾照 在4月2号 我已经通过了这个第一个考试 满分通过 DKT 现在我在第二个阶段 学员 学员驾照 它需要最少12个月 但这个 对于我来说不需要这个 看这个星 一颗星的话是 Applied to under 25 years old only 我现在已经是25岁以上了 所以这些都不用看 可以直接进行第三步 Hazard Perception Test 什么是Hazard Perception Test呢 它就是看视频 在某一个瞬间 你需要做一个操作 这个时候点击屏幕 为了应对这个 我还买了一个软件 就是这个 Hazard Perception Test 来开始做吧 Practice Test 只有练习 在澳洲这分为两种考试 一种是15个 一种是28个 但是多少个通过呢 不知道 网上也没有确切的答案 我们问问拆GPT吧 欲试布决拆GPT 在NHW 在NHW Hazard Perception Perception Test How many questions I have to correctly to pass 他还在响 I must correctly answer question based on 15 How many All 15 How many to pass All 15 But it doesn't specify that All 15 The test evaluator isn't typically disclosed the simple number of correct response Instead Your overall ability to perceive and react 这个题好像它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它是在一个时间点 前后 离着这个正确时间点越近 它的加全数越高 然后这所有提的加全数最后 给出一个过不过的结果 这很玄学啊 可操作空间很大 我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在这个 新南威尔士州 所以选左边这15道的 在维多利亚州和西奥 是28道 南澳和 这叫什么 昆士兰 南澳昆士兰也是15道 好像少了个啥 北领地和塔斯玛尼亚好像没有这个 Hazard Perception Test 是不是这俩地方太荒凉了 没多少车 所以就不需要Hazard Perception 然后西奥西奥也没什么人吧 但是它有好多拉矿的大车 特别危险 嗯 可能 维州是 地方又小人又多 车也多 嗯不管了 就15道吧 You're driving a Driving straight ahead 开着直行 You may need to slow down Touch screen when you would slow down 嗯 我正在直行 看看这什么情况啊 这是旁边有个大车 我这是在电车道上开呢 我这是在电车道上开呢 会不会突然跑出来个啥 现在鼠标的位置 这 停 这时候停 我感觉它减速了 放置追尾 好 Good stuff You reacted at the red time You are driving along a two-way road 二位就是 既可以往前走 又可以往 又有对向来的车 中间没有隔离带 叫二位 road 因为100km per hour speed zone 限速100 Touch screen when you would slow down 什么时候减速呢 好黑啊 这是 这是 我靠 闪瞎眼 哎 这这这这这这个交通 35 好 这时候 那有个限速35 所以看到那牌子在经过牌子之前就要减速 You are stopped You wish to turn right at intersection 我现在正停着车呢 在这个14路口我想往右拐 什么时候可以走 看啊 这有个 这拖着房车 哎 这不是房车 就是后头有个卡车 这时候行吗 不行 距离不够 他先 他过了之后我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好正确 You are traveling along a two way road 既可以往那边走又可以往回走 限速50 You want to keep driving straight ahead 往前开 touch the screen when you would slow down 什么时候减速呢 嗯 好黑啊 中央车 这是什么 自行车 保持 得保持三秒 啊 太晚了 应该保持三秒的车距 You are traveling along a two way road in a 60 限速60 什么时候 减速 嗯 这地方 诶 这时候 他这个 刹车灯亮了 刹车灯亮了 说明 前头有情况 防止追尾 我得 只要看你前头 刹车灯亮 我就也 也得再刹车 You are traveling along a two way road in a 50 限速50 什么时候去减速 嗯 这是居民区吧 仔细看啊 有什么情况 诶 这是什么 有个人 好 就离他三秒的时候 就得 嗯 减速 有 Triving along a two way 限速50 When Touch screen When it would Safe to overtake 什么时候 抄车是安全的 嗯 我想抄他是吧 这距离太近了吧 这有三秒吗 这有三秒吗 看一下啊 One two three 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 中间这有10线 超不了 这都没有 没有足够的空间 好 我一直没按说明 这个 就让他播放完 哦 Traveling 啊 限速70 什么时候应该减速 这应该 这是一个什么highway 是吧 不是highway 旁边有这个出口 就是普通的路 什么时候减速 哎 啊 刹车灯亮了 Traveling two way fifty 限速50 什么时候减速 诶 刚才好像看过这个 这是个旁车 刚才有个人推这个婴儿车 从这走 什么情况 这开车门 不不不不 too late 他什么时候开车门 我怎么知道 诶 可能是他这个车灯 诶 以后遇到这个题 再仔细看看吧 车灯好像一 打双闪了吗 要traveling along a two way road sixty tasking when it would be safe to overtake 什么时候朝车比较安全 这中间没有发现 现在不行 在弯道上不能朝车 因为看不见 对对象了 如果超车就会跟他怼 如果超车就会跟他怼 诶 you are stopped wish to turn red 又是这个 十字路口 转向的题 no other vehicle or pedestrian you left red touch the screen where it would be safe to go 就什么时候又转了 这个够吗 这个是多少秒来着 反正时间比较长 感觉这个不安全 这种情况是多少秒 我得看一下手册 真的就可以 这时候走 too late 难道一开始就应该拐吗 这道题慢慢再练 you are stopped you wish to turn right 又是又拐 不行 不行 太近 太近 不到三秒吧 no safe gap you stopped wish to turn 又是又拐的 像这种视野被遮挡呢 就不行 等什么时 他拐掉 我在 我在拐 因为很容易 这后面突然来个车 跟他怼了 有句老话叫做 宁等三分 不抢一秒 you stopped wish to turn 又是这个 又拐的 看一下 绿灯了 他们走吧 不行不行 这太复杂 这个后面 诶 都没演到那 嗯 tune a long to a road 80 什么时候减速 这能有什么情况吗 转出那干嘛呢 诶 他跑到我这边来了 正好 就什么时候他占了我这边到就减速 80%是吧 always get 100 再看看刚才那几道贴 all questions 刚才那几道是哪道来着 啊 hazard perception 这是第一道那个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启动一道吧 看看这个 什么时候减速 对看一下这个车 是什么情况 那这 诶等会 不是这个 对了 是下一辆 诶 诶 reacted 看下解释 moving along a suburb as a clip as a clip 就是这个镜头 就是这个镜头 you see a vehicle parked left handset as a brake lights on as you come close 踩着刹车就说明 他刚停下 刚停下就有可能吓人是吧 说明里头有人 而且刚停下 有人就会下车 brake lights on 我没看到啊 我没看到啊 我是猜错车了 嗯 再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嗯 那下一个是什么情况 还是这条街 应该还是这辆车吧 诶 诶 旁边有人 这是要上车 什么情况 moving along sub up as a clip you see vehicle surrounded by people 车旁边有人 车旁边有人也得减速 有可能人要下 上车上下车 啊 这还是那条街 再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啊 这就是那个 推婴儿车的妇女啊 这时候减速 非得往这边拐 上便道不行吗 我还有哪一道题没做对啊 这道没什么问题 我刚刚80%错了 想到是吧 有一个toolate的 有一个toolate的 忘了哪道了 这个savegap 应该是某个savegap toolate的 这我怎么知道是哪道 超车 超车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test 这次快点啊 这在隧道里 什么行车灯 哎他又过来 哎这时候 这感觉有点拥挤啊 哎他这个车要离站 所以这时候 好 停车准备右转 嗯 只要视野不明 我就不能转 他后面很可能来个车 挂挂技就撞了 只要他不走我就不走 看谁耗得过谁 又是叫十字 哎十字路口又转是吧 不行 这不行 这也不行 又止了 又止了 他 又是十字路口又转 这么下个车 那什么时候才轮得到我啊 走啊 啊 他可能是我把他后面的 我把我后面的事业也挡住了 他就跟我耗 看谁耗得过谁 嘿 感觉会陷入死循环啊 要stop他 you wish to turn right 又是这个 这个十字路口 这个应该走了吧 他不走我不走 还打个手势说快走啊 没有空间 车零五十 什么时候减速 这谁看得清啊 太黑了吧 这好像有两个人骑自行车 这时候 说我累的我就 我有什么办法 这画质 都看不清它是什么东西 嗯 那就记住 不用看清是什么东西 只要感觉路上有个东西 就减速了 Wish to turn right they are no 又是诱拐的 什么时候诱拐 现在就快 这还远着呢 这估计有八秒 我刚才要是过 应该能过得去 这这个空也行 好 正确正确 就那个八秒的空 Wish to turn right touch screen when it was safe to go 又是这个右转呢 这不行不行 这需要几秒的这种 右转的时间 我都凭着感觉 我都凭着感觉 you stop you wish to turn right the insect touch screen when it would be safe to go 又是这个 好 又是这个车 这车是不是 这交通局的演员啊 怎么老有他 难道是 难道是这种情况 交通局这个车跟他 这个卡车在这耗了一天了 于是把这一整天剪成了好几个视频 又是右转的 走啊 他不会在这等吧 看后面 这完了 什么时候减速 这又到这了 又到这了 看见这个车的时候减速 现在减速没错 都成了背题了 you stop to wish to turn right 还还在这儿耗呢 交通局的车跟这个耗了一天了 这就叫摩羊公 谁也别想走 哎他他要走了 他要走了 终于耗不下去了 要driving a country road slow down 什么时候slow down 前头有路吗 这明显要进弯了 只要看到有进弯的趋势就 减速 什么时候减速 又到这了啊 看这个车减速呗 这有一堆人 这时候减速 都成了背题了 嗯 十四十五 哪个错了啊 也不 不告诉我 让我不停的试啊 keep practicing until you always get 100% 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